好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啊 今天是2020年11月16号 嗯 星期一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 就是我写这个标题啊 RCEP和DCEP 是建群和退群啊 RCEP跟DCEP啊 只差一个字母 但是完全是两码事啊 完全是两码事 但你要说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也是不对的啊 多多少少有一件关系 但他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啊 了解清楚RCEP啊 因为他是目前刚刚形成的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啊 嗯 他主要属于贸易投资服务啊 开放的问题 他 呃 背后啊 一定会有金融的动作 所以说你也不能说他跟DCEP毫无关系 是吧 这个我们首先从最小白的角度来讲啊 你不能忘文深意 尤其是英语啊 英语它不是一个表意的文字 它是表音的 对吧 英语 你只要掌握三千多个单词 基本上就能实现读书看报 跟人交流了 但是英语据说啊 牛津词典上收录了三万多个单词 都是不够用的 那个中国字一样 中国字 你只要认了三千多个 基本上读书看报 写文章就没问题了 但是康熙字典上就有三万多个字啊 基本上没有人能认权啊 能认一万多个字 我觉得都属于都博士了啊 而且是研究是那个文字的博士 但是中国字 它是一个表意的文字 你可以用他的那个字去想很多的意思啊 英语 他们这属于拼音文字啊 你完全不能因为这几个字像就想到一块 想不到一块了 有的是完全四个字一模一样 都不一样 我们经常看到普拉斯 就各种想象 各种意义啊 已经说过了 那你现在到了那个DeFi时代 你要去那个UNISWAP搜索一个币 你发现一搜出来一大堆啊 你搜个普拉斯 我天 普拉斯还搜不到 你搜个大姨妈YFAM 怎么冒出十几个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我告诉你 除了那一个真的后面全是假的 啊 这个RECP呢 啊 我们今天跟大家就当个知识科普吧 毕竟昨天 这个新闻冒出来的时候啊 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啊 有些人来问这究竟有没有啥关系的问题 我现在把它 不如把它扯戏了 这毕竟是一件大事啊 呃 RECP 它四个字母分别代表的啥啊 啊 啊 是regional啊 这地区啊 区域的意思 第二个C是comprehensive啊 就是全面的意思 它这个E和P呢 就是economic啊 啊 就partening partening啊 就是经济伙伴 区域性的全面的经济伙伴啊 直接发育过来是这么意思 你看什么 我们DCEP是啥 数字货币啊 电子支付 完全不大干啊 呃 RECP呢 是历时八年啊 带来全球最大自贸区啊 但是2012年由东盟十国发起 邀请中日韩澳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 旨在通过消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建立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地 哎 这说的复杂 其实就是说 这十个国家曾经一个群 后来又把他的邻居拉着入群 现在大家终于啊 建了个新群啊 这样的新群呢 就是东盟十国啊 加上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啊 没有那个曾经被邀请过的印度R3啊 据说有一些问题没解决好啊 这个新的群是干嘛的啊 就是搞自由贸易协定啊 自由贸易协定啊 其实大家一看这个 这这太有区域性了是吧 都是在中国的周边和离中国比较近的 有穷国也有富国 有中国传统的友好国家 也有敌对国家 比如说 新近来的这个韩国 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啊 以前都是跟着美国走的 但是地理上大家又很近啊 做生意呢 又离不了 建了个新群 这个新群的最大特点是啊 我本人看到 没有美国是不用说了啊 他不在这个区域之内啊 要美国咱们就谈到太平洋啊 没有美国 二也没有欧洲啊 没有欧洲啊 也没有非洲 地理上比较近的啊 最远的就是新西兰啊 澳大利亚 建了个新群 他是干嘛的 就是通过消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实现自由贸易啊 那这这一说来就说来话长了啊 对中国意义比较大啊 因为中国呢 最近 几年成绩特别好啊 然后呢 就别的群主啊 比如美国的大群主啊 还别的群员啊 看不顺啊 就给你各种封锁制裁 再加上这些疫情啊 就是变本加厉的 有这个特朗普先生呢 他又是一个美国优先的政策 他不是针对中国 他针对全世界在搞退群啊 那么客观上呢 让中国呢 就对外贸易啊 就陷于一个被动啊 前段时间说要搞内循环了 那个内循环啊 其实是一种 被迫的选择 是吧 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走出去 那不是尽量的走出去吗 所以我们一面啊 在积极的啊 应对啊 就是提出的内循环啊 双循环 另外也从来没有放弃啊 跟那些愿意跟我们友好的国家争取友好 所以就是搞了这么一个新群啊 新群的群主啊 并不是中国啊 但中国肯定是个很有分量的一个群员 为啥有这档的事呢 就是我们以前经常提到的世界贸易组织WPO 那是中国努力了二十多年 从七十年的末期改革开放开始努力啊 那时候那个群还不叫这名 他叫GATT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啊 一直要加入加入加入到00年 那的改名叫世界贸易组织了啊 终于挤进去了 挤进去之后啊 然后呢 我们飞速的发展了二十年 然后这个特朗普一上台啊 一个深深的爱着美国的美国老头 感觉不对呀 感觉不对呀 这是中国占的便宜太多了 不行 制裁 贸易战 干 金融战 干 科技战 干 干了最后就这个结局是吧 他正在被美国的一半人干着啊 他还不服啊 这个是美国人自己跟自己要干起来了啊 呃我们就讲讲这个关税与贸易这个问题啊 关税与贸易 我们说一个国家啊 作为一个政府啊 最主要的收入就是税收 税收分两块啊 一个叫税 一个叫关税 关税就是你国进之外 进出国进 这个收入 我们知道亚拼战争中国被打败了之后 这么多的赔款 怎么还啊 就是用关税 而且那个关税直接人家就把你这几个沿海城市港口城市就占了啊 那个厦门青岛归我啊 你每年的关税收入多少多少用来还欠我的款啊 谁让你给我打的就打不过 是吧 什么啊 这个每个国家啊 关税它主要的一个收入为什么要有什么关税要谈减免呢 啊 因为这个世界发展是越来越啊 走向一个互利互互有 就是说互利共生啊 你也离不了我 我也离不了你啊 大家要做生意啊 慢慢的呢 做生意呢 你有你的关税 我有我的关税啊 除了关税之外 他说的非关税 比方说配额 许可证啊 都属于这种 我们用最熟悉的啊 亚片战争是怎么起来的啊 怎么来的亚片战争 因为那时候 中国出口茶叶啊 中国 中国出口茶叶到世界各国啊 特别到英国啊 那么英国用什么买呢 这里面就有贸易和金融的问题 英国用白银啊 白银那是世界通用的货币 我们现在说 比特币是黄金啊 以太坊是白银啊 对吧 那么倒过去想 那时候 白银就是黄金的代币啊 全世界通用的 结果英国能卖过 中国的东西又不多 中国呢 茶叶源源不断的 那英国人喝了上瓶啊 上流社会 觉得这东西特屌 哎呀 使用进口 进口就是用白银买 后来一算账 不对啊 白银全跑到中国去了 咱们再弄回来 咱们也搞个让中国人上瘾的东西 就是啊 鸦片啊 从印度呢 种着大量鸦片 哎 就是输入到中国啊 到内 是到了 1840年左右啊 中国就终于啊 出现了亏空 好像白银又倒流回了英国 不光是这个财政上有亏空 更主要的人民体制也下降 啊 打仗的时候是一手抱着什么鸟枪啊 一手抱着烟枪啊 后来啊 就有了林泽许啊 虎门硝烟 虎门呢 就在那个珠江的入海口啊 广东的朋友都知道啊 啊 那个地方特别适合硝烟啊 那烟一烧啊 就冲入大海流走了 结果呢 那是一时的啊 林泽许硝烟之后啊 英国人就就过来打你了啊 那么大清那时候就打不过 打不过呢 那些国内的啊 清英的势力 就把林泽许穿了个小鞋 就发配到我们新疆了啊 所以在我们新疆乌鲁木齐的红山顶上 还有一个林泽许的纪念碑 清朝有很多官员 都来到了新疆啊 最有名的有林泽许 还有左宗堂啊 左宗堂是堂着九十九口棺材啊 一百口棺材 一块留给自己 是收复伊犁啊 当时伊犁被那个外敌入侵了 林泽许呢 是因为虎门硝烟之后被发配新疆 还有一个大学士 就那季晓兰先生啊 季晓兰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新疆来了 可能是贪着美女吧 就说季晓兰这人特别那个啊 所以这个季晓兰在新疆乌鲁木齐呆了十几年啊 越为草堂 但他代表作好像好多是在新疆写的 我们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 你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开放 这个就不用讲了 人人都懂啊 你不可能闭关锁国 闭关自首 你只能越守越闭啊 自己也发展不起来 我们是一直是拥抱开放 向往开放的 对吧 那这个特朗普上台啊 就逆人类文明进而动 我们说叫他搞倒退啊 但是他的口号也很鲜亮 但是为了美国优先呢 美国优先不是这种优先法 是吧 你不是关起门来你就优先了 我天啊 自己建立退了好多群啊 孤方自首 哎呀我优先我老大我牛逼 是吧 现在那面临的考验啊 人家已经选票基本上不用数啊 大局已定 但他还不认输啊 呃我们在九十年代刚有互联网的时候有个口号叫地球村呢 啊地球村的地球越来越像个村子 我们七十年代接受的就是全球化啊 经济上是全球化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慢慢的大家都慢慢融合了啊 文化上是多元化啊 啊不是像现在啊 不光是美国搞闭关锁国啊 中国有些年轻人也是搞历史倒退 比如说啊 穿汉服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啊 我们国家向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各个民族啊 共同的创造了这个优秀灿烂的中华文明啊 汉服那是两千年前的啊 到南北朝的时候 那个有个叫赵武林王搞狐狐骑射是吧 就就汉服的宽袍大袖打仗也不方便 起码你还拎着裤裆呢 那你还没上马就被人干死了 你傻不傻呀 中国是对外开放全球化的一个受益国啊 一个受益国 那么不光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二十年 中国自己主动的打开国门啊 尤其是对外来投资采取一个优惠政策嘛 吸引外来投资嘛 那么欧洲那边也是在同时期啊 欧洲是我们看现在都叫欧洲了 以前你说德国西班牙法国各国各的 各自有各自的货币的 德国马克法国法了 还瑞典哈克了 哦 法国还是法郎了 这些我能想到 意大利用的是里拉的 是吧 他们也是几个国家 觉得大家很近啊 干嘛你搞一个税 我搞一个税 没到一个地方 还能办个签证算了 啊 大家互相让一让啊 传开国门 干脆这国门就不要了 哎 这个欧洲共同体 是吧 他们先搞的经济 欧洲经济共同体 啊 然后慢慢的也趋向一个政治的问题 然后就干脆大家都在一块过来 弄个统一货币吧 搞个欧元 完了 这欧元一出来就惹货了 欧元刚出来是一个欧元可以卖两点几个美元 现在跌到啥的啊 就惹到了美国啊 惹到了美国 美国是当时就头号老大呀 他的分量太重了啊 为什么有关税啊 这个就因为各个国家的条件资源都是各不相同的 而且我们说现在的国家大部分都是自然疆域啊 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啊 中国这个版图怎么形成的吧 最早是中原啊 中原啊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也没太到黄河一北啊 那边也没过长江啊 慢慢的把南边征服了 北边的游牧民族啊 又赶跑了啊 慢慢慢慢 最后到了自然屏障 你说再往蒙古那边啊 那个都是干旱的隔壁啊 汉人也没法生活啊 然后人家那边人也自己跑到欧洲去打仗去了啊 那地方不毛之地也觉得不要了啊 是吧 那么西边西边这边自然屏障啊 一道大山啊 你特别是那个冲林帕米尔高原 你就跟阿富汗那些就隔开了啊 那么往再往西北 那么也是隔壁啊 那时候没有石油啊 有石油倒是汉武帝早都打过去了啊 唐太宗也打过去 那时候这边就是游牧民族 隔那么200年一个游牧民族占一段时间啊 在古代西域时期啊 有西域三十六国相对稳定啊 西域三十六国在这是安居乐业的 但北方有个强敌叫匈奴 西域不是匈奴的地方 匈奴在奈漠北高原呢 汉武帝派的人啊 跟这西域三十六国合起来 共同打击匈奴 匈奴到了可能南北朝时代就消失了 这个莫名其妙消失了 这个疆域是自然形成的 每个国家自然形成 那你这块自然形成 你你自己有些土豆产 别人就没有 比方说如果是我这 我们这啊 产葡萄啊 葡萄干 你那个余老板那是大闸县啊 如果他在一个国家 我这一个国家 那行 你大闸县想卖的 我这来 我收二百分之二百的关税 同样你买葡萄干 到他那去 他也收你百分之三百的关税 是吧 当时 世界曾经是这样的 后来发现 大家方便了 一个机票两小时就飞过去了 这个需求越来越多 我们这没有见过大海的 边疆人民太喜欢大闸县的 他们也太喜欢葡萄干 怎么办呢 哎 减点关税 你让人家 我让人家啊 这是叫 这个世界就是慢慢的啊 就因为这个贸易越来越频繁啊 本来大家各自有一道墙 都是让自己占便宜 害对方的 就是关税啊 配额啊 许可证这种东西 后来发现 还不如 减美一点 让一点啊 这个国家也没少镇啊 人民也互相来往多了 所以 那个世界曾经走向全球化的 是一块的啊 中国正好赶着这个大时代了啊 一直到了 美国 美国他这个 这种骚操作啊 他首先退去 美国退了很多群 他本来自己就是群主 比方把联合国 他也准备退出去 那个世界贸易组织 他退出去 因为中国在里面太强大了 占便宜 不想带中国玩了 自己搞了个TPP 是吧 小范围内 跟他的一帮铁哥们啊 搞了这东西 所以中国这边 所以中国这边就是跟这个东盟十国呀 这些弄了这么一个群 号称是目前最大的啊 涉及到23亿人口 说你互相之间就减免关税啊 关税还有一个叫配额 还有许可证 还有人员的签证啊 因为你看他涉及到几个方面 一个叫货物贸易 有型的货物的贸易 还有一个叫投资 投资呢就是 我在你国家办企业啊 你在我国家也会办企业 那不是单向的双向的 你像我们 中国在八十年代刚凯格开放的时候 肯定是外边人到我们这里办企业的 绝对占多数啊 那时候不涉及到我们到别人去办企业 我们缺啥都缺 那人家凭啥来呢啊 就给你各种优惠政策啊 其中包括一个就是 减二免三啊 就是所得税啊 减二免三 还不涉及到关税的问题 关税是由海关在征收啊 那所得税是税务局 我们还曾经分过地税局 国税局 现在还要合并了 每个国家他对自己的有些产业 也实行不同的关税 比方说我们二十年前我们觉得汽车工业很重要啊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 怎么保护呢 你又不能不能不卖人家的车 那就采取关税啊 进口车百分之二百 那时候我们入市谈判的时候 这个谈了好长时间 后来谈入市条件就是你五年之内 降到什么程度 再五年降到什么程度 中国人太聪明了 二十年你感觉 一个车 当入市说说 哎呦 将来全是外国车了 人家一步将来 关税为零了 你发现中国人默默一击二十年 你买车还是那么贵 是吧 你同样一辆美国车 你在美国买的中国车 在中国买的价格差距照样很大 同样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中国的汽车工业也发展起来了 就是政策 你看你怎么用啊 所以特朗普先生很生气啊 不能这么烦啊 你没遵守这些贵 你找不出毛病 他是遵守了 对吧 这是货物主要通过关税 还有一个配额啊 配额 说我一年我进口日本车啊 那个有外星帽部啊 进口司跟着批评 一年进口分全车 只能有十万辆啊 只能有万辆 这叫配额 还有许可证出口 比方中国出口一些战略物资 许可证啊 一样的啊 有些东西就不对 不能卖给中国啊 他建成法律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必须要办啊 许可证出口许可证 或者配额管理啊 还有关税 这是综合的 这个统称为贸易壁垒啊 货物贸易投资啊 还有一个叫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我们说 比方说美国的银行 在中国开个分行啊 这属于金融服务业啊 菲律宾的费用 你到深圳去提供家政服务 这就属于服务贸易啊 如果没有许可 你在这里属于打黑工啊 打黑工 办了许可了 这些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要谈的 那么 曾经呢 是就是单边的意思 就是每个国家分别跟对方谈啊 柬埔寨要跟泰国做生意了 我跟泰国谈 后来谈谈发现太麻烦 我们搞一个协议啊 东盟十国 你只要跟一个 我们这十个国家搞一个群啊 你跟其中一个达成这个条件了 大家语录竞争 全按这个条件来 这就东盟十国 扩大了 他又邀请了啊 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啊 加入了就 现在就叫做RCEP啊 就这么个意思 对这加入的国家互相之间啊 有这么一个降低啊 这个贸易壁垒 就让大家的货物更畅通了啊 人员进出更方便了 对吧 人员进出也是个问题啊 你要有的国家 免签证的 有的国家就是要你签证的 这这东西也是个障碍 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找一些 让我们免签证的 这个就跟我们DCEP的推广太有关系了啊 这就是一个小秘密啊 也可以跟大家说的啊 要说我们国内你推广是三层啊 国外是六层 太不一样了是吧 那而且国外据说是国外还可以推plus呢 国内就没机会了 那咱就想到国外弄个号 弄个号到哪国去 美国吧 哎呀 美国就对我们很敌视 能不能出去是个问题 你顺利的办到签证啊 怎么办啊 用什么名义去办 有一个办法 让饶博士在美国是有公司的 饶博士跟咱签个合同 我们说饶博士的中国雇员 我回公司会报工作啊 对吧 你到美国当然相对好签一点 但他有签证 但你如果到泰国越南什么的 不用签证你就过去了 过去了你在那买个号码 办个号码对吧 对面在那银行开个户 在人家交易所也搞个实名认证 然后你在那边挣的钱 你也不用弄回来 弄回来直接就被 YC就给你啊 喝喝茶就喝掉了 你喝不起 是吧 这个 这就是对我们直接有用的 我觉得在这方面可以说是 这不 直接啊 这个 RCEP对于DCEP的 直接的好处就在这里 别的好处还有呢 潜在的好处 那也算是中国 扩大了朋友圈吗 不是吗 啊 你DCEP是要走向人民币国际化的 啊 你朋友圈扩大了吗 我们 叫做振兴中华 复兴中华 中华民族 像伟大复兴的路上啊 对于又是 啊 扩大了朋友圈 我们 那个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战略构想啊 那时候你也没想到美国突然 就翻脸成这样 也许啊 过来拜先生上台之后 换个面孔 这个世界啊 现在是人家说2020年啊 世界局势的转折点 疫情呢 只是一个直接的因素啊 长期积累的啊 发展不平衡啊 有些人发展太快了 太聪明了 太勤奋 有些人 顾不自分啊 想永远的保持老大的地位 你保持这个想法很正确 但你采取的方法 对不对 路是宁当别论了 是吧 尤其是你采取一个关系门来当第一啊 太可笑了 对南边修议度 心事成诚 把那墨西哥人民隔绝在外啊 然后这边招惹中国 我们觉得 哎呀 这个让美国人民自己考虑去啊 我们反正是我们也没受伤啊 对不对 没难住我们 对吧 是吧 今天制裁那个 明天要封封杀这个 怎么样吗 你封杀了吗 制裁好了吗 然后你变胖了吗 没有吗 是吧 这事情是靠智商解决的问题啊 那就问特朗普的智商多少分的问题啊 跟我们没关系 那是他老婆和美国人民操心的问题 是吧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看法从来就不一样啊 中国从来就是爱好和平的中国没打过外表人啊 你说哎呀打过啊 你看那个唐朝成青去跟那个高高利打过那么秦始皇就不用说了 对中国是打过仗古代打过仗之后打所打之处打福的都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了啊 后来那些管不着的又脱离出去了 我们就不打你了啊 比如说啊 我们那个辽东半岛在过去的比较大那个半岛是吧 那人家从清朝末年人家这个出去这个过来啊 还有东南亚你说泰国绵甸啊 柬埔寨那些就是咱们实在是照顾不过来 国家太大啊 是这样的情况啊 爱好和平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啊 我们习主席说世界是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你终于我我终于你啊 你自个儿所有的群退掉 你怎么可能呢 啊 我们是跟一切愿意跟我们友好往来的人抱持友好往来是吧 你这边不好了 我们跟别人愿意跟我们好的人还是有啊 这方面你擅长一点 有的那方面他擅长一点 这就叫世界啊 分工啊 有有各个国家有分工啊 让你上去种包裹啊 我上去造飞机是吧 你可以包裹换飞机吗 结果哎 辛苦不卖给你 你就种玉米去吧 你逼着人家种玉米的人 你发展这个航空 对吧 中国就这样 啊 这个不卖给你 那不卖你 你扯淡吗 你造出 你不卖给我 你卖给谁 你不挣钱是吧 你自己关门 啊 这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你以为你封了中国人造不出来了 太 太那个啥了啊 太弱智了 那中国人多聪明啊 哎呀 这都不说了啊 这就是 RCEP啊 他他只是一一个新的一个群啊 只是中国参与一个新的群啊 以后这种还会很多的啊 在目前这个时代背景下啊 在中国被以美国为首的啊 这种封锁和打压之下 我们寻求战略突破的一个小小的动作而已啊 他那个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大报告上说 把中国现在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 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是吧 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啊 是中国的基本面 中国人太热爱生活了 是吧 为了美好的生活 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 这种努力啊 是任何 这些啊 自称第一啊 妄图永远当第一 妄图永远 通过这种封锁打压手段 啊 通过损人而利己的人是阻挡不了的 不可能得逞的 是吧 而且你会发现中国很多事情是早都做好准备了啊 今天 昨天说这个RCEP都是 多少年了 八年前啊 都在参与谈判 啊 这下终于残存了啊 我们我们的DCEP是14年就开始着手了 对吧 现在我们已经在世界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啊 中间我们是一马当心啊走在前头了 那么你看到刚才说啊 我们我们国家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清醒的啊 我们从来不是我们的矛盾是跟美国的矛盾根本不是的 我们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啊 追求跟自己的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矛盾 就是我们向内啊 我们的我们是跟自己较劲的啊 我们对现在啊 已经很发展了 我们还不满意啊 有些地方还贫困 我们让他脱贫啊 全国人民奔小康啊 然后带着全世界人民一起发展 这么一个思路 某些国家他不是的啊 他觉得都是你挡着他路了 你看哎呀我这一天 十几万新冠那是中国 哎呀我这工人事业中国啊 这不扯淡吗 也就是我们 这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在于啊 他是个自强不息的 自强不息的 通过做好自己的事情啊 冷静的看清楚自己的长处短处啊 而且是永远是不是那种独善气生的啊 全国一盘棋啊 昨天我们新疆宣布啊 十个平空线集体脱贫啊 南疆啊 主要南疆十个县啊集体脱贫啊 特朗普先生有没有关心过那些啊 非人兄弟吗啊 有没有关心过那些贫民窟的老百姓吗 不光说他国内的啊 所谓的美国优先啊 那他更顾不着那些准备抱他大腿的人了 那小国呢 他的战略就只能抱大腿 但你的抱准了 别瞎抱 啊 你最近看亚美尼亚就很悲催是吧 打了一仗打输了 割地啊 要把一块地割让给阿塞拜疆 他就是墙头草啊 一会儿投靠 因为他地理上离俄罗斯境 那边呢 欧美又在拉拢他 今天就搞东石西素啊 中国古代一个城市叫东石西素是吧 真傻样 印度也是如此啊 你一个好好一个跟你好的个邻居 你好好过 今天找个茶 然后几个士兵变成烈士了 明天找个茶 不知道怎么进 飞机就不见了 还在那折腾啊 中国人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啊 埋头苦干 我们DCEP也是这样 我们先做好自己啊 我们DCEP本来就是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朝起啊 目前的形势啊 我们暂时啊 就是在国内推广而已 最终的大市场大方向还是要走出去的啊 国内的竞争就是很激烈的啊 很剧烈的 但是也不是没有机会啊 只要你不放弃啊 不要说最近大家都在讲企业啊 那个人就没有机会了 不是的啊 只要你干啊 很多事是干起来的 这是干起来的啊 今天看到一个小截图啊 那个是深圳那边传出来的 银行的钱包涨啥样 人银行的数字人民币钱包涨啥样啊 大致就那样子 功能就是收款付款 然后什么转账啊 来源就是从某个银行啊 工行的数字钱包 可能就是你工行卡存款余额兑换了数字人民币啊 你慢慢琢磨这里面就问题多多了 是吧 最根本的就是你推给谁 谁用这个没好处 我用的干嘛 或者说你一段时间又补贴 补贴又完了我还用吗 懂种问题 最后你就想啊 你还是落实到基本点上来 你把牧所长那个二个两个小时的 给那么多高级别官员客服DCP 讲到最后的时候 前面说这DCP是没利息的 但是老百姓是有履财需求的 怎么在DCP上发展履财需求啊 要有数字的智能合约啊 智能合约不是区块链的基本的概念的是吧 阿叫智能合约啊 那些啊参与大爷妈币的人啊 都懂啊 就有些把他当资金牌的人啊 就不懂是吧 你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了解新事物 了解之前先不要下结论 哎呀吓他半死 结果一碰 这个怎么没有同学码 不对啊 哦这个他不用下载 这个不用实名认证 这啥东西 你了解呗 是吧 这个不官网 对吧 你在去中心时代官网不就是个笑话吗 你别忘了 普拉斯托克 他两个口号 第一是去中心的数字资产钱包 第二是去中心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但是 他在半道上啊 去中心还没完成 他在19年1月份的就告诉你 他进行供电测试了 有没有印象啊 那工作上都告诉你了 就是步伐太慢 没有实现去中心 所以网就关了啊 提不了 一旦去中心就不存在官网不官网的问题了 所谓的去中心 每一个能上网的终端都是节点 是吧 那么现在 啊 总而言之 我觉得消息比较靠谱的说 一旦开了 那就是去中心了啊 再也不用担心看网 这就是官网几乎成了大家心头一块石头 碰到什么时候 首先就是官不官网 我告诉你 这是成病了 官不官网的问题 你要全面的看待啊 你不要以为不官网你就不受伤 是吧 去年 十月底啊 某某人啊 推荐了一个 资金盘项目啊 现在可以说资金盘了 当时也看不懂 看不出来啊 收益挺高的是吧 他不官网 他确实不官网 啊 他那个钱包 也不用实名认证 给你声称出具次次要的 也是去中心了 但是他那个必会归零 你没想到吗 啊 对吧 那个必会瞬间从一块钱变成八里 七里 啊 官不官网 这是个表面现象 你的财产安全 不是 不官网 你就安全了 啊 什么情况下 才是安全的 那说来就有话长的 一点一点的讲 是吧 那讲来就是下一讲再讲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啊 还是祝各位啊 开心 愉快啊 心情愉快 最重要 谢谢 我 有什么 你 这是